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周岁血长三年 描述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而这位恩师就是纪中平 那么纪中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后来被捉拿归案了吗 爱音乐的天才少年 1969年6月3日 纪中平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 这小子从小就有音乐天赋 很早就学起了小提琴 七岁就读桃园龟山国小音乐班 九岁随家人迁入台中市 就读台中清水建国国小音乐班 十岁那年 纪中平第一次参与小提琴演出 童年录制了他人生的第一首单曲 《匆匆》 十三岁起 他便开始尝试音乐创作 1984年 十五岁的纪中平发表了第一首作品 《今夜的你这样美丽》 由台湾女歌手王海玲演唱 1985年 十六岁的他参加乐器演奏比赛 获得台湾省北区弦乐组冠军 还有台湾省青少年组弦乐组冠军 一时引起瞩目 从1987年起 十八岁的纪中平正式迈入音乐圈 从事流行音乐创作与制作的工作 这一年他担任了歌手文章的专辑 《望天》和《潘岳云》的专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的制作 也在专辑中分别创作了 《怀念你》和《花中花》等曲目 起点非常之高 入行第二年 季中平就开启了 与歌坛巨星齐琴长达数十年的合作 他加盟了齐琴的红音乐工作室 担任键盘兽 随后随齐琴姐弟参加了 在中华体育馆举办的 天使与狼大型演唱会 还有后来在内地举办的 轰动一时的 齐琴大陆巡回演唱会 季中平也是团队的重要成员 担任键盘兽和小提琴兽 享誉业界的金牌音乐人 进入九十年代后 年轻的季中平已经成为 圈内有名的金牌创作者与制作人 他创作的进去不断 也陆续为许多歌手制作专辑 比如为李慧平制作风吹草动专辑 并创作其中一首《狱中的车站》 为由鸿鸣制作专辑受困思念 并创作曲目真真假假 为范小轩创作雪人 成为专辑好想谈恋爱的主题歌 和范小轩的代表作 为彭佳慧制作专辑爱到无路可退 并创作同名主打歌 为苏永康创作爱一个人好男 成为同名专辑主打歌 还为陈慧贤 陈慧林 郭富城 陈晓东 张慧美 永邦 陈寅 等很多歌手创作歌曲或制作专辑 季中平在这张专辑里 也创作了《思路》 悬崖等曲目 悬崖异曲在IFPI排行榜 连续六周缠联榜首 歌曲M1由王祖贤首都出演 一首捧红许如云 季中平为齐琴制作思路专辑的时候 当时他们正在上华唱片 而上华唱片那时 进了一个新人叫许鸿秀 后来改了一名许如云 许如云在上华发了首张专辑 讨好后没有什么反响 在第二张专辑上 许昌德决定给他选手好歌 做主打 于是找到了季中平 要求把他写给齐琴的某首歌 拿来给许如云唱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一唱就引起反响了 这首歌就是泪海 许昌德觉得季中平是许如云的贵人 就让他再给许如云写歌 这一写就不得了 许如云的第三张专辑 如果云知道 就因为收录了季中平为他量身定做的 如果云知道和独角戏两首歌 瞬间爆了 专辑在全亚洲的销量突破220万张 许如云凭借专辑 在金曲奖提名最佳国语女演员奖 由此奠定了新一代田虎的地位 可以说 没有季中平的那三首歌 就没有当年的许如云 如今提到许如云 我们大多数人想到的还是独角戏和 如果云知道 坑惨周岁 关于一代音乐教父季中平 坑惨周岁却成了众所周知 且洗不掉的黑历史 到底真相如何呢 周岁确实是季中平一首带入乐坛的 他发掘了周岁 推荐他加盟福茂唱片公司 1999年 周岁与季中平音乐工作室签订 五年八张唱片的合约 之后就开始为周岁制作专辑 第一张专辑 周岁精选 就凭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约定而获了 销量过百万 从信息表面看来 似乎季中平就是一个卷款潜逃 逍遥法外的诈骗犯 但理智一点分析 我认为不至如此 这事说来应该只是一起纠纷 你可以说季中平贪财忘义 但事实上季中平卷款却从未潜逃 也没必要做那种铤而走险之事 原因可能是 之前周岁与季中平的合约虽然时间到了 但八张唱片确实没有完成 他便擅自把剩下的周岁三张唱片的合约义务 展卖给BGM 并心安理得的把这笔钱赚为极右 这是自私心理 也涉及到法律纠纷 周岁本可以起诉对方解决 但他念在诗图一场的情分没有那样做 结果导致接下来几年 演艺事业彻底凉凉 但是后来通过与公司协商 用一张专辑来偿还这三年之约 也就是专辑绽放 据说在这张专辑上 季中平也出来承担一半的制作费 另一半 由他新的经纪公司据实音乐承担 这场诗图恩怨终于告一段落 娶了陈明珍 2005年 季中平与台湾女歌手陈明珍走到一起 并于2010年登记结婚 对于这一段明星婚姻 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陈明珍这个名字 大家并不陌生 但时间似乎十分久远了 1990年 陈明珍出道 发行个人首张专辑 变心的翅膀 1991年 发行第二张专辑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992年 发行第三张专辑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以上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 当年都是传唱金曲 后来陈明珍也是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 但那几首歌以后 就渐渐没听到消息了 多年后 陈明珍付出歌坛 就签给了季中平在北京成立的公司 季中平当他的经纪人 为他发新专辑 但似乎并没有再次引发关注 如今才知道 原来这位消失的玉女歌手 竟然嫁给了季中平 也算郎才女貌吧 2014年 他们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写了那么多歌 被称最懂女人心 也最懂男人心的 两性情歌照顾 季中平 你怎么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这位消失的玉女歌手 在这位消失的玉女歌手 你不为了吗 你不为了吗 进行 我可以有什么 还有好多歌手